真好理哦 真好理 当你懂得了体谅 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惆怅 当你明白了这道理 你心情将会更开朗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树芬 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普提 金融风暴席卷全球 经济变卖影响很多人的生活 做办法的合璧连世界也同样 工地工作变旧 让它失业在家 心肝来非常着急 只能扣孩子的薪水来维持家庭 好感觉 有环保志工的到三天 让碧莲师姐有了新的工作 对 我80年就开始做了 80年到89年跟我先生离婚 才跟她离婚 离婚都一直跑工地也是一直做 工地就是同事会互相介绍 然后找到哪里有工作 大部分以前跟的都是那些营助理 他们有的都没有老婆 就会说也叫我工地情人才好笑 两个工地就两个情人 有两个情人 曾经年轻过 也是年轻过不是就这么老 所以你是梦中情人 可是那你没有在 工地情人 工地情人 就开玩笑 都会开玩笑 我们都是会开玩笑 因为我那时候 不会说要交 因为我想要雇三个小孩子 长大 因为你一旦交了 要是怎样子 你要怎么可能丢三个小孩子 因为我当初要出来 我就是为了三个小孩子 所以就那时候都没有 他以前做模板做水 就要水 要跟着师傅做就要水 习惯了就不怕要自己小心 因为这个也蛮危险的 很多人都系到脚 有的还锁直头 因为那很粒 有啊 这个也蛮危险的 这个工钱比较多 钱比较多 要养三个小孩子 这个赚比较快 一天出门就一千多块 你工厂做没那么多钱 这个是剪下来 工地不要了 因为这个烧火 起火的时候比较快早 所以都用这个 你看 我烧一烧 这个铁钉都拿起来 磁铁吸起来 再拿去回收站 因为这个都是铁钉 这都有铁钉 因为现在里面很烧 这样吸一吸 对啊 因为这个都有铁钉 吸一吸把它装起来 再拿到环保战器 那两桶在这边还没 都是铁啊 就又可以回收 因为烧帮 没那么铁钉 那里面 好开 水沟你冲好了 可以了 他很厉害耶 他说这样跳 然后跳会跳到马路出去 他说这样跳啊 那么高他都跳出来 还有后面那条水沟呢 我来冲 我用薪水浸也没有人愿意来 因为他觉得真的是很脏 早上来的时候真的遍地黄金 你知道吗 那个那一桶是黄金 然后我就好不容易问到 这善良的事 学佛人还是不一样的 以前我是请 找不到所以我就请了印尼小姐 他也真的很乖 很肯做 然后他三年满了 他又回去 回去出镜入镜一个月 就一个月我做到 晚上我现在都把我打针 因为我这腰秤不起来 一百多只一个人真的是没办法 就是有可以做就好了啊 有工作就好了啊 刚来第一天会怕 就是我们拿着扫把这样走 他如果有一只一直拉我的衣服 因为有的他们都是怕狗啦 我就不会怕 反正就是来 你第一天会怕也是要克服啊 因为我们要做的话 你想要赚钱就会克服就不会怕啊 反正一家来看那么多狗 本来也就是会怕 他也没有看过那么多狗啊 扫狗大便啊 帮他喂狗这样子啊 就是来的时候 因为他是 前一天晚上 就会拉很多大便啊 来就少大便 稍好在水洗过 因为你 你进气你就有 没有闻到说有那种臭味 这样只有半天的工作而已 不会辛苦啊 就是说 现在景气那么不好 有钱赚就好了啊 不能闲啊 不然都 总比在家里休息还好啊 有工作就做啊 就半天的时间 半天还可以做吃剂啊 电话响 喂 好啦 等一下我要回家 我再开啦 老婆啥厉害你 好啦 好好 我没开了 啊你要来你不跟你们众认说 我没得说啦 我给你出来咯 王师兄拿给我啊 他说因为我差差来到这里 所以他少时拿给我啊 他说人来 会用的 会用的开门 我还没得说 给你 我辣椅子 我打托 我做得不成功 我给你肯定了 我做得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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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那gle頭洗掉鯧子 doesn't sit down get our home 都用大阪刺咎穿魚的來 鞭子就 거지 說那肿頭我沒算上出人來 來不賣榧的人, 就是做 property 喔榔的人,大家最 Fear 叫 coh토zo 是的人吃得好 說我們創壳 immigrant 若 모師去的人就к? 這首 dias 就走去 那是他現在在住那裡 要去比這個鎮鎮鎮 比就是帶很多鎮鎮鎮在那裡 他那裡就過輸了 那我不敢 那我不敢去 我以前 那裡有多久 那時候有多久 那幾年片 看我幾百塊 但是就沒有人敢去 大家知道那顆都沒有 補很多 就可能 沒有家人知道 可以寫房子沒有錢 最天 最天人大報 大家看他那些可能 又跟他那些人說 還要寫房子沒有錢 說這樣 這隻鎮鎮鎮 來搭一搭 面前這就沒有人敢去 大家 那些 最土水的人 最賣的人 大家拿菌 拿茶 大家去搭 用房子拿起來 那些人敢去 現在 所以 他說 他如果走到很高年 這個家裡也敢 所以 晚上他會兒 要兒子 他 看著狗就對了 還有狗 不要怕一隻 怕一隻怕一隻 多虛 有 誰 又拉大便 把狗毛偷起來 等一下吃完 才不會吃到狗毛 那狗毛不會焦化 工作啊就是比較多 所以就很難找啊 找到這邊的時候 是兩三個月沒工作 沒有之前就是都 做沒有幾天這樣啊 就過年後開始就沒什麼工作 因為他也是吃兩餐 早上有吃一餐了 也是要找工作做啊 不能說 不能說在家裡碰碰的啊 不然他們都還半工半讀 小的半工半讀 又一個月才一萬多塊而已 又要讀書 那女兒也是要讀書啊 讀大學比較 那個 壓力會比較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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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戴口罩一下 要兩支 我要弄石灰 這燒灰蜂湯比較會怕 等了五年 補又補 訂又訂的房間房 也是當沒條尿刺到獨座 獨座雖然很恐怖 但是更恐怖的是 沒有地基 沒有更丟的房間 沒辦法喝酒 大風大火 只要紅胎起來 碧蓮師姐和小孩 就不能安心睡 大家要有隨時堂名的準備 所以碧蓮師姐和小孩 有一個最大的願望 就是要買一間 照他自己的家 沒想要再過 搬家的日子 要先看蜜蜂蜂 你往新肯 我不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 跟我們 沒關係 我們趕快都搞不清楚 他家 這是他家 這是我們買個房子 我們剛好要搬進來 有一些東西 可以給碧蓮師姐用 然後我們就 請她來搬這樣子 我們是一起培訓的同學 我们是同班同学 我们认识很久了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我都叫她碧莲妈妈 我说我再次继续好多女儿 碧莲时期的母儿子 是人们很不简单 才轻到买家的头级款 护头级款了 生亡又赶过 这由环保这天很不甘 所以大家发挥好爱的真心 这些人在家 有没有用的家具 头一个想到的 就是碧莲师姐 又让她感动的是 到着做工 也是环保这工的陈师兄 近前有带碧莲师姐去木屋 现在又在做搬家工人 看这个单亲妈妈 怎么感苦在期待她的小孩 陈师兄说 就算没有学生的人 也想要跟她打三天 有约好一起搬家了 没有 他买书子我不知道 他昨天打电话给我说 有床我才知道 刚好缘分 这么好大家都帮你 对啊 我才说有都可以 要有陈师兄来帮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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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去的师姐 现在做的 以前搬家用毛豆车 就可以载了 现在刚好买房 刚好很多回收好收 那个师姐师兄那边 还有他这边 我说一说 还有回收站前的 一大堆比人买家里还多 所以你之前帮他搬过 跟现在又帮他搬 对啊 以前 以前 以前那个 跟我那个 乡型车小台那个 那个都再 再铺到一车咧 都没有什么东西啊 他现在那些桌子也是以前 我们在竹北 那个人的样品屋剪的 那时候回收没有这么多 然后剪量品屋的那个东西 还想到这次刚好买房屋 很多师兄的东西 剪比 比我们家里还多了 因为都还很好啊 你帮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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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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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红碗机 红碗机 这个 这个 有收 有收就拿去 有收 等会儿 每天都在那边 你帮我去 我还要去打草 很努力 你帮我去 喝酒 你们帮我去 你帮我去 感恩師兄 谢谢啊 你帮我去 我来 我来 你帮我去 那边 我来 我来 我去 我来 因為他做的事我都有看在眼裡 就是他那時候工作 真的一個月刮風下雨真的都去工作 因為我爸爸也有爭取我們的監護權 他只爭取兩個大的 就是我跟我哥 因為他說兩個大的才會幫他做事 小的都不會 所以他不爭取我的 可是我媽就是堅持都爭取三個小孩子的監護權 然後我就看到他就是為了養我們就是 一天一個月真的都是幾乎都在上班 不管颱風下雨就是騎著一台摩托車就去 就出去工作 那時候真的都沒有想到買到買房子 事後來到我弟弟真的有工作了 然後我們真的很怕那個颱風田那個 因為木頭木板模板的屋子真的不牢靠 會怕 我們剛住第一次的颱風 我們家沒有一個人趕水腳 全部在客廳那邊真的很怕他吹走 那好像那時候好像是搶台 對啊我們真的沒有一個人趕水腳 就一根蠟燭放在客廳 然後大家都坐在那邊 然後後來媽媽就是想說我們都愛水腳 他說趕快去然後我顧家 然後後來我們才颱風天 後來我們才比較敢睡 然後他們都不敢睡 那時候就是我為了賺錢啊 小孩子就秀穎師姐他們會帶他過來這邊坐 坐一坐然後說換師兄他家有那個撞球 小孩子兩個兒子就會頭去玩 姐姐就會去叫他這樣子 我會問秀穎師姐 他就講說 喔 妹妹好兇喔 他從這邊一直罵到那邊又罵回來 他說兩個聽到他的聲音就趕快跑了 因為所以秀穎師姐跟我講說 還好我有那個女兒 他就是蠻幫忙的啦 他說還好他會看著那兩個男孩子 啊 正師兄 這個是秀穎師姐都是這樣 趕快跑了 這是他的肚子 很有閒耶 感恩你啊 感恩 感恩 謝謝 感恩你 幫我剛好 不是 他真的很有閒耶 全家都很有閒 以前都來在做活力的時候 你沒有閒照過沒有用 感恩你啊 謝謝 我師兄把他當作說是自己妹妹一樣 有時候菜吃不完就幫他加西服 不是吃不完 師姐不出來他都把他冰箱的菜搬來給我 我說秀穎師姐會來看到菜不見會罵你 他說不會給你的他都不會罵 他是這樣 真的我每次來他都搬 我師父都是把媽媽給他回他說 哎哎哎哎 何必有有來呢 我什麼什麼我給他 我沒關係他吃不完了 幫他媽祈福啊 因為我們三鄉下人喔 很多人會送菜 現在菜很多人送的 我都可以加祈福啊 那時候啊 那時候啊 那時候他要上班啊 那我想說他小孩沒人帶 啊他 我說跟桂梅那個 他帶去做回收 他沒辦法啊 他要工作啊 他很 他很好的人耶 所以說很感恩他們 他去做板模啊 那這麼出租的工作他都要去做啊 那我們只有幫他看著小孩子而已 那時候還小啊 還國小的時候 對 我幫他看 那三個喔 就是那時候小的還小學 真的想到那時候真的 真的 我們真好大了喔 但這個滿大啦 不怕把人家帶丟了 這三個就 帶他那邊去做完保分類 他就去上班 想想那時候真的 我們在弄一弄做啦 然後不知道哪有什麼事情 做就對了啦 師父常常我們做就對了 他常常講啊 沒有啊沒有啊 我聽到就很高興啦 因為 兒子他是高中畢業 他就出來上班 所以他上班會從這邊過 他會進來找我 都會進來找我 你兒子就是半工半讀 到現在他比較沒空 你帶他來他才有來啦 有時候我想 奇怪這小孩子 出去那麼久了 還會回來找我 我就喔 這小孩子很懂事 有感恩的心 他從這邊經過他就會來 他也常常打電話 問我在不在 就會過來找我聊聊天 一聊就是一個上午 就聊他們家裡啊 聊我們職機啊 這樣聊一些事情 我就把他當作像妹妹一樣啊 還好他自己的摯愛已經走出來了 現在買一棟房子我好 好感恩 我自己買房子沒那麼高興 買房子我好高興啊 終於把他們帶出來了啦 其實我們只是這樣 我也沒有 其實沒有做什麼 就這樣 一路這樣一直走過來 就是靠他自己 也是上人創造這個慈濟 才讓我有機會這樣 講是在走出來 又活下來的意義啦 還好有遇到慈濟這麼多貴人 我女兒的話我是說 希望她能跟著我的腳步 我說我們以前有 因為以前被人家綁住 我說我們雖然慈濟 那時候也是要把我們當成感恩戶 我說我不要 我靠我自己能力賺錢 可是我都有跟我小孩子講 我說我們今天是慈濟的幫忙 因為他們幫我找房子 還有這麼多關懷 我說以後我們有能力 也是要回饋啦 所以我說我一路 我走慈濟一路都很順啦 我小孩子沒有阻擋到我啦 所以我也是很感恩我小孩子 就這樣子 小孩子 一個女兒住了三個小孩子 對什麼都沒有 到現在總算有一棟 剩下幾個人的家 比延師姐說 是自己運氣好 遇到很多人 環保前面相影相濟 不但到三天照顧孩子 也不會碰到心靈的外面 這樓上受到很多人的到三天 美言师姐说 只能用去帮助别人来感恩寻乡寻乡 所以利用时间做环保 女儿也都在驾入菩萨堂 未来无法驾驶的人会更打拼 因为他们相信 只要认真打拼没放弃 雨过总会天晴 干苦人也会出头天 草根菩提很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 期待后一次有更多温暖的故事 可以给大家的当地来分享 草根菩提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